这是一条66.66厘米的死亡白线 任何生物穿过线 就会瞬间倒下 但这开车的男人不信邪 非得穿过去 结果下一秒 他就双眼翻白晕过去 猛的就撞上路边的汽车 由于事态过于离奇 佛波勒也赶到了现场 他们派出一个手下 不仅头戴防毒面具 腰上还系着绳索 以防等他晕了就立马拉回来 哪知手下刚踏出白线没紧 就瞬间晕倒 大伙赶紧把他拉回来 没一会就恢复了意志 而就在几个小时前 白线内的小镇正举办着活动 哪知一瞬间功夫 镇民就集体昏迷 家里 广场 大街 就没有一个人是苏醒的 而且不仅是人 就连鸟 牛群都通通中招 可就在佛波勒一筹莫展时 线内的生物却集体苏醒 似乎一切像是恢复了正常一样 但也有的人比较不信 晕的时候倒在烤炉上 直接就给当烤肉烤熟了 本以为小镇恢复了正常 却不从小 镇里的女人居然一夜之间 就集体怀上了孩子 而且孕期时间短得惊人 前一周还是四个月大的肚子 这周就直接全到产房生起了娃 眼看婴儿一个个出生 却唯独生出了个死胎 医院本该将其处理掉 但一位病理学家 却将其带回了实验室 并通过其他婴儿的基因研究发现 所有婴儿都来自于同一个父亲 病理学家怕忘下结论 并没有告知镇民 而镇民们也就这样 全都沉浸在新生命诞生的喜悦中 可两年后 奇怪的是发生了 明明才两岁大的孩子 自都不认识 却能拼出自己的名字出来 不仅如此 更恐怖的 还要看这个女娃 仔细看好这个女孩 她的双瞳忽然变率发亮 眼前的母亲就不受控制 抬起手臂就放进了滚烫的热汤 就算给痛得大叫 母亲都无法控制自己 直到邻居赶到 女孩这才助手 到了医院 丈夫想问她受伤的缘由 她本想开口 却又遭女孩控制 话放在嘴边了都丝毫无法说出 结果母亲才刚出院 女孩就控制她走到悬崖边上 猛地就往大海坠去 时间一晃过了几年 这群童年同日生的孩子 却结伴成群地走在一起 诡异的 是他们都顶着一头银发 很难不让人怀疑 他们正是外星人诞下的产物 而今天孩子们被安排做眼科检查 哪知医生拿错药水 低得女孩痛到大叫 这下完了 外头的同伴瞬间钉向房间 下一秒 他们就推开门 双眼一灯红光一闪 医生就不受控制 将手中那拿错的烈性药水 事件原有 对方都记不起任何事情 因此这群孩子虽然深受怀疑 但也因没有证据而不了了之 之后他们再次结伴出行 却唯独一个小男孩擅自离开了 只见他来到墓园 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这时他撞见前来祭奠妻子的大帅 并问起当初那句死因在哪 原来 这群孩子都有着对应的同伴 每次出门都是双双结伴 而男孩本应对应的同伴 却在出生时成了死胎 这才让他孤零一人 大帅有点傻眼 这是怎么知道死胎的这事的 但他也感到疑惑 为什么这个男孩想见自己的同伴 难不成也同样拥有人的感情吗 然而这天上课时 一个宝洁大叔来到教室 说自己身之症上闹出的命案 都是和这群银发小孩有关 嘴巴还不停骂脏挑衅着他们 当他一棍打倒一男孩时 我只能说 一路走好 这个男人将木棍对准胸口 接着在这群魔童的控制下 搜的就从楼上摔了下去 木棍直穿胸膛 场面可把人看得恶心 目睹此事的大帅 亲自找到病理学家 说就是魔童能搞出的命案 哪知对方拿出报告表示 不仅在这个镇子 其他小镇也一样 同一天里就出生了30多个孩子 接着学家将大帅带到实验室 亮出了当初带回来的死态 大帅人都看傻了 那居然是巨外星人 这也解释了 那帮魔童的超能力 而要想对抗他们的念力控制 脑子就不能有任何想法 哪知第二天 身处农场外的魔童 却被一名佛波勒用狙击瞄准 可他忽然赶到背后一辆 等回头望去 四个魔童就在身后盯着自己 这下完蛋 只见他们双眼一亮 佛波勒就不受控制 直接朝自己扣下扳机 而这次之后 镇民们集体暴怒 全都想把这群魔童挨个手刃 哪知带头冲锋的镇民 被他们一个念力操控 直接就引火自焚了 没多久 大批警察和军方也赶到现场 哪知这不仅没伤魔童分号 还遭他们控制 纷纷内斗打了个团面 只见这时 大帅却来了 他手持手提箱找到魔童 并让那个拥有感情的男孩 被其母亲带走 哪知剩下的魔童一瞪眼 纷纷想要阻止女人 而男孩为了保护妈妈 直接将为首的女魔童推倒在地 等两人安全逃出室外 大帅就反遭魔童的意念侵蚀 可这群外星小孩没想到的是 大帅的手提箱里头 装的全是炸药 就这样 大帅跟着魔童一起同归于尽 之所以这么做 都是因为他在经历了妻子的坠牙离去后 现在又得知了女儿是魔童中为首的老大 因此他早已放弃了生的希望 这才牺牲自己 拯救剩下的人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遭诅咒的村庄》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